上万条魔龙还有无数天龙身影 气势太磅礴了 直接震动乾坤 引发巨大的波动 这么恢弘的龙族大军 怕是能碾碎一切 在狱外之中除了地渊殿 恐怕无人能够抵挡 走 随我一道杀上五神山 血龙一声咆哮 带着漫天龙影悍然朝着五神山杀去 你这小龙真的蜕变了 遮天魔地望着漫天龙腾的画面 喃喃低语 他很清楚地记得 当初带血龙来狱外 血龙的修为还很弱小 需要照护 但现在血龙已经彻底脱胎换骨 进封万龙之主 他日的成就不可想象 顿了顿 他孤身撕裂虚空 奔赴伏魔殿 除了魔皇失踪的消息 他还有一件特殊的礼物 要送给叶臣 五神山之中气氛紧张 五神明姑覆手而立 身后跟着宁玄海 还有诸多强者 众人一言不发 场面无比紧速 隐约间有杀气弥漫 出发 杀上伏魔殿 讨回公道 突然 五神明姑一声爆喝 目光杀鸡浮现 遇风而起 杀上伏魔殿 讨回公道 宁玄海和诸多弟子们 也是齐声呐喊 跟着御风冲天 正想撕裂虚空出发 但突然间 天地轰隆隆震荡 一阵阵的雷鸣声 从乾坤八荒 炸裂而起 嘿嘿 你还想讨回公道 厚言无耻 一阵滔天的龙吟声 猛然响起 还有无穷无尽的龙威 从四面八方滚荡而出 下一查 就见无数龙影 出现在这片天地 浩荡的威严 瞬间席卷整个五神山 一头通体赤红 血光阴晕 额头上镶嵌着 一颗神珠的血色天龙 带着上万条魔龙 还有数不清的龙族 悍然降临而至 地龙珠 龙之谷帝尊 万龙之主 五神明姑看着那血色天龙 顿时露出无比震恶 无比诧异的神色 只感到后者的气息 无比恢弘磅礴 竟不在自己之下 明姑老贼 你门下弟子品行不端 作恶自闭 你还想讨回什么公道 嘹亮的龙吟震荡着 那血色天龙自然就是血龙 他居高临下 俯瞰着五神明姑 阵阵龙吟响遍千山万鹤 令人耳膜刺痛 心神震撼 所有五神山弟子 仰望着血龙的身影 还有无数龙族的身影 都是露出震惊恶然的神色 面面相聚 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龙之谷帝尊的名号 他们自然也听说过 血龙的符罩 寻游星空 他们也听到 万龙之主的浩荡威号 但是五神山和龙之谷 素来井水不犯河水 相互之间没有恩怨争斗 他们却是想不到 血龙会杀上门来 血龙帝尊 我五神山不欢迎外人 请你速速离去 五神明姑冷眼看着血龙 五神山本来有一层禁制 严防外人闯入 但血龙麾下 上万魔龙簇拥 无数龙族拱位 区区禁制 自然不可能抵挡得住 隐约之间 从血龙身上 五神明姑捕捉到了夜晨的因果 这可不是好事 他准备杀上伏魔殿 打着讨回公道的旗号 一旦被人发现 其实是他们五神山的错 都是含醉作恶夺端 自取灭亡 和伏魔殿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就麻烦了 你想杀我的主人 我岂能坐视不管 血龙凌空而降 摇身一变化成人形 手中帝尊全杖一挥 帝龙珠光芒绽放 点点神光凝聚 化作了一幅画卷 因果重现 天经观影树 血龙凌鹤一生 画卷之中神光弥漫 一幅幅画面不断闪掠而过 当初含醉在伏魔殿 心思猥琐协力 想侮辱小白和夏若雪的画面 还有他拿云红尘当盾牌 宁玄海献祭法宝 丢下云红尘不管的事情 都一一呈现出来 龙之谷有八大神通 分别是 惊天魔雷刀 逍遥羽化剑 九寒阴煞宫 碧云斩神芒 更加巨木针 太昼原瓷光 天经观影树 星辰八帝绝 帝尊全杖重铸之后 龙之谷的诸多长老们 重新将八大神通的能量 封印在全杖之中 天经观影树正是八大神通之一 可以推演因果重现命树 血龙虽没修炼过这八大神通 但借助着全杖里的能量 还是能轻松使出天经观影树 他和叶尘心血相通 主板因果命树自然也可一一推演 这一下儿 含醉的种种恶行 还有宁玄海的恶行 在天经观影树的照耀下 都是无所遁形 五神明姑看到这一幕 脸色彻底变了 还有宁玄海 看着画卷里的画面 老脸顿时一片死灰 最后怒气上涌一片通红 他包庇含醉 不管云红尘的生死 这种种罪行被彻底公布 只觉无地自容浑身发抖 而五神山上下 所有弟子们看着的猪斑画面 全都呆住了 他们还以为是伏魔殿 欺人太甚 故意折辱他们五神山 但现在看来 却是五神山犯错在先 含醉恶行太深 死不足惜 叶尘痛下杀手 没有一点过错 他们眼中 无比尊药的大师兄含醉 原来居然是个卑鄙小人 还有宁玄海 五神山的二号人物 德高望重 原来也是个颠倒是非的老贼 所有人都沉默了 刚刚他们还战意沸腾 想杀上伏魔殿讨回公道 但现在全场死寂于骗 含醉的罪孽 如此深重 叶尘没有怪罪五神山 已经是天大的仁慈 他们还想反咬一口 简直是可笑 鸣姑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血龙目光冷酷 字字如刀剑 够了 五神明姑脸色铁青 大手一挥 一股凶悍的尽力扫出 直接碾碎了天津画卷 大胆涅龙 区区歪门邪术 也敢在我面前卖弄 天津观影术呈现的画面 五神明姑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否则 整个五神山都要彻底崩溃 她也要颜面扫地 气韵大大受挫 你用这种邪术 扰乱我五神山的道心 大大的该死 神武汉天机 给我镇压了 五神明姑二话不说 直接大手挥出 一股磅礴到极点的五神战役 瞬间在她掌心爆发而出 狠狠朝着血龙碾压下去 她只想以雷霆之势 一举镇压血龙 才能稳住局面 凶猛的战役瞬间席卷天羽 天空之中 上万条魔龙 还有无数条龙影 在这股战役的笼罩下 都是剧烈震动 纷纷退避 五神明姑一个人的气势 居然足以匹敌漫天的龙影 可想而知 她有多么厉害 碧云斩神芒 血龙气定神闲 并没有什么慌乱的模样 手中全杖一挥 地龙珠神光绽放 一道灵力的绿芒 带着脚戈流云的气势 宛如锋刃般斩杀而出 碧云斩神芒掠过 和五神明姑的神武汉天机 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瞬间 所有汉天的战役都被斩碎 五神明姑手掌剧痛 低头一看 掌心已经被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 伤口深刻见骨 圆 大圆气 你的身上居然有圆的奥秘 无神明姑眼神震孔 无比惊恶地望着血龙 一步步后退 论气势 她和血龙不相上下 但她的神武汉天机 是三十三天鸿蒙古法 而血龙的碧云斩神芒 只是普通神通 但两者碰撞 她却是彻底落败 因为此刻的血龙 身上有圆的奥秘 有无比辉弘的大圆气 大圆气灌注 就算是普通武技 也能爆发出 三十三天鸿蒙古法的威力 简直是无敌 甚至能越境杀敌 借助这圆气 血龙有足够的资格和名姑叫板 这便是属于血龙的龙威 给你一个机会 跪下认错 向我主人认错 我不杀你 血龙手执拳杖立在原地 冷漠地看着武神明姑 叶辰那小子 是你的主人 武神明姑脸色顿变 要知道 叶辰只是一个混沌境 七层天的舞者 但血龙的修为 已经达到圣祖境 深不可测 而且血龙还是万龙之主 执掌诛天龙猿 更是无敌的存在 假以十日 足以挑战女皇和地渊殿的锋芒 他确实没想到 原来叶辰居然是血龙的主人 不都是弱者臣服强者吗 什么时候强者臣服弱者了 跪下 别逼我动手 血龙眼眸傲视 带着疲逆一切的大气势 如果动用权力 他有信心抹平武神山 不过他不想多造杀念 如果武神明姑肯跪下 向叶辰认错 他可以原谅 我武神明姑何许人也 天地之间除了女皇陛下 无人能令我下跪 武神明姑冷冷一笑 却没有丝毫认错的意思 很好 有骨气 太咒原词 杀 血龙也不废话 权杖一挥 一道原词极光 带着滔天的元气 仿佛要贯穿整个世界 狠狠地破杀而出 直击武神明姑 武神明姑目光顿变 还以为有商量的余地 没想到血龙说杀就杀 不留一丝情面